京华城这个案子 因为检调都已经进入调查 希望尽快的离清事实调查 真相误网误众 虽然强调误网误众 但外界呼吁蒋万安 应该追柯文哲留下的弊案疑云 名嘴爆料在一场神秘会议上 成为决定京华城容积率提高的 关键转折点 让外界好奇 幕后的牵线人到底是谁 其实那就是应小微的一个陈情案 应小微也回应 这只是例行 是否接受民间陈情的会议 不过近新闻持续追踪 发现苗博雅直播中 公布的北市府公文中 还揭露了 京华城公司的陈情状况 仔细看这一页公文里 写到京华城公司 2020年2月18号 曾透过应小微议员 拜访副市长彭震生 并且在3月17号来含陈情 遭外界质疑 应小微是否就是关键人 监察院纠正的是事情 那我能够扮演的角色就是 你自政府被纠正了 然后京华城 你有委屈承行于我 那我就整个转达 是在国民自己要去解决 应该就是很中立的就是转达 不过也让外界好奇 应小微是中正万华选区的议员 而京华城却是位于松信选区 应小微跨区接受京华城 陈情起人疑斗 其实应小微曾经被拍到 和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坐同班飞机 在中正万华立委蓝营初选提名时 神庆金表态力挺 应小微 回顾京华城整起事件 在二月份应小微败会 彭正身后 接着是名嘴李正浩 爆料的三月份市府神秘会议 应小微也在当月发陈情函 最后十月二十七号 柯文哲亲签 核定京华城准用容积奖励 应小微喊员强调 京华城不只有向他一个议员陈情 不过从便当会到跨区陈情 到公文中提到他的名字 让京华城案疑点再添一笔 继续让我齐朋一周采访报道